大家很高興 很高興今天來到這裡 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話語 今天一開始進入到 由教會的這個 八樓國語的禮拜堂櫃堂的時候 其實我很驚訝 因為看到那個聖恩樂團 在帶慶拜好 通常我們都會直覺性的法庭 應該是要慶喪女在這上面 但是沒有想到是一群 姐姐媽媽們在帶 然後他們臉上那個笑容 我覺得真的是會讓你感受到 敬拜主的喜樂 敬拜上帝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恩永福教會為我們 宗教會做了一個非常棒的 一個禮拜 就是每一個人只要有願意 不是上帝的心 只要我們有願意 就像剛剛師會帶我們禱告一樣 我們願意跟神說主啊 我在這裡求你採清我 上帝就要使用我們 Amen 我們一起來祷告 主耶穌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是那位風雨中的救主 有時候我們的心 就像彼得一樣的軟弱 我們自以為可以行走在水面上 但是當我們看見風浪 那個超過我們所想像的困難臨到的時候 我們就膽怯了 但是上帝仍然靈靈救贖了我們 使我們得以成為你的氣餅 主要是你豐盛的恩典 是你救贖的防血來洗禁了我們 使我們可以成為主你的兒女 主耶穌我們要感謝你 再一次我們恳求神 你的恩典 聽到我們的當中 也願上帝你使盡我們一切的過半 讓我們帶著清潔的心 來服侍你 主要我們謝謝你 主要我們恳求你 這時候臨在我們的當中 聖靈我們歡迎你來運行在我們的當中 開我們的眼睛 使我們看見主你綠房中的奧妙 開我們的耳朵 讓我們得聽你真理的聲音 主要開我們的心 讓你自己對我們的心說話 對我們做邀請 對我們做出那個呼召 讓我們願意請身來回憶你的愛 主要請求你保守看顧今天的禮拜 從頭到尾都與我們同在 都掌握在主你的手中 主要我們謝謝你 祷告奉耶穌的名 Amen 每一年夏天 其實各教會都會主辦 各個不同的音會 那有無教會 正是因為青少年去到嘉義 販戶教會 在那邊帶領兒童營 然後今天也在那邊主持禮拜 在其他住參與他們的禮拜當中 所以很感謝上帝 我今天有這個機會 經過了大概將近一年的時間 來到尾佛教會 來協助講道的部分 我們每一次都會辦 營會在明門的夏天 不論是對外的兒童營品 營營等等之類的 或者是其他的短宣隊 其實都是為了一個目的 就是宣揚基督的福音 這樣子一個所謂短宣隊的 短曲宣教福音事工 所看重的並不是我們做了些什麼 事實上我們也不能夠做一些什麼 因為我們去最多三天五天一個禮拜 我們能夠帶給當地的孩子 就是只有那幾天而已 但是透過我們所設計 所規劃的內容跟課程 進一步的將基督的福音帶給他們 來跟他們一起分享 讓原本不認識上帝的人 認識了耶穌 讓已經認識上帝的人 來跟耶穌有更經歷連結的關係 在這邊我跟大家一起分享 事實上我剛好在福士的教會 也剛結束短宣隊 那我們短宣隊結束的時候 每一個小朋友都要教心得 那其中有一個小朋友 他寫了一段話我覺得非常的棒 回應了剛才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他說透過短宣的營隊 讓所帶領的孩子們認識耶穌 並且感受到上帝的愛 進而讓他們未來的人生 可以往一個更好的方向去前進和發展 這個就是我們短宣的目的和意義 這個就是我們短宣的目的和意義 讓那個地方的孩子 能夠認識耶穌 讓他們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愛 可以在他們年幼的時候 就能找到正確 而且是對的人生的方向 往這條路來前進 所以無論是哪一種 營會或者是活動 重點都不是我們所做了些什麼 而是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 受拆遣出去 為的是要讓人認識耶穌 相信耶穌 進而在接受耶穌的裡面 與基督結合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 請大家手頭用聖經的 可以一起翻開來看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 正式強調在奉差前出去 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這個重點應該是在耶穌的身上 而不是自己的作為 所以進一步 今天團到來這邊 可以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傳講上帝的話題 要來跟大家一起思考 到底什麼才是奉差遣出去 宣揚福音的核心價值 從 《路加福音》第10章 1到2節 我們手邊有聖經的人可以來看 在這邊我們看見了 記載到耶穌差遣70個人 有的學者有的抄本 是寫72個人 耶穌差遣這70個人 除了是延續上一章 他簡選12個門徒的延續性的經文 跟擴展之外 他事實上代表的是福音的普世性 在上一章第9章裡面 提到了耶穌檢選12個門徒 事實上 在聖經裡面 每一個數字都有他代表的意義 所以有學者說 為什麼耶穌要檢選12個門徒 事實上跟他們猶太人的傳統 非常有關係 我們知道以色列人他們有幾個支派 12個支派 對 所以有學者推測說 耶穌之所以要檢選12個門徒 代表著12個支派 那也就是意味著這12個人 他們是要在以色列的地區 來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那今天耶穌又拆遣了 這70個人出去到外面傳福音的時候 意味著 福音不再只是在以色列地區而已 而是透過這70個人 把這個福音的界線 不斷的向外擴張 故此從這邊我們看見了 耶穌基督的救恩 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而是光呼萬能的 這讓我們想到一件事情 還記得嗎 耶穌要出生的時候 天使宣告什麼 我們每年都會演的聖誕劇裡面 最熟悉的一句台詞 天使出現了 天使出現了 跟牧羊人說 不要怕我抱給你的一個大好的消息 是關乎萬能的 從這邊我們跟經文之間做了連結 是不是 耶穌的出生是關乎萬能的 他也透過差遣的出去傳福音 跟他來到這個世上做一個連結信 所以透過這一群奉差遣出去的人所做的 讓我們看見福音的普世信之外 也激勵了我們的內心 願意尾聲投入跟他們一樣 來做這個傳福音的事工 事實上傳達我在 我跟千惠是同一年畢業的 那我在彰化教會服飾的這幾年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常常覺得 真正讓人感動的 並不是傳道者目者做了些什麼 那些事工那些成就都會過去 然後真正感動人心的是 當我們看見那些目者傳道人 他們願意尾聲投入對上帝全然的信號 他那一種堅持才是真正感動人心的 我是台南神學院青年次神學系畢業的學生 那事實上 我覺制要當一個傳道人 是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 我三年級大概三四年級就決定 我要當一個傳道人 那雖然我讀的是台南神學院 但是 我覺制的原因卻是因為髮尖 那所以其實有時候在台南神講這個 總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男神的院長是巴克里牧師 但是 台神 台神他們 很重要的一個信仰的牧師 馬接啦 所以他們常常會跟我們講馬接 那不是應該讀台神讀男神 那不管如何 為什麼我會 因為馬接呢 因為我小時候 看 小人月看 應該是小人月看 所以在這邊我們也 看見了宗教教育的重要性 真的 我們要扎根在小朋友宗教教育的上面 我想說看這個小人月看的時候 讀到了馬接的故事 那馬接他從遠遠的加拿大 來到了台灣 他不是去邦華的都市 雖然他在台北開始展開了他宣教的事故 但是我們看見他把福音的 福音的整個面向拓展到台灣的東北部 宜蘭地區 深入到偏遠的鄉鎮 用醫療來做為傳福音的方式 在那時候我覺得我深受感動 一個從加拿大來的宣教士 竟然願意尾聲在這個偏遠的鄉村裡面 所以我小時候就決定我要跟馬接一樣 當然在台灣還有許許多多感人的故事 但是每當我們讀到這些故事的時候 我相信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些什麼 而是他們願意尾聲 來回應上帝的呼召 把自己投身在這個地方 堅持不斷地做著上帝要他們做的事情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從這邊我們看到下一段 下一段從第三節到第十一節 耶穌交代他們說 你們進城的時候 不要戴錢囊不要戴口袋不要戴鞋 也不要問別人的愛 事實上這代表這些什麼 也就是說這七十個人他們是一無所有的出去傳福音 而且他們所看中的是福音的迫切性 他們所看中的是福音的迫切性 我要趕緊去為耶穌傳福音 我領受著的是從神而來的呼召和使命 因此從他們的身上我們看見的是他們對耶穌展現全然信號的信心 這個重點在哪裡 因為他們是奉差遣 送耶穌的呼召 差遣出去 所以他們就出去了 前往也不斷的向前來來見過 接著我們接著繼續看喔 經文的第十六節提到耶穌又對門徒說 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的 氣絕你們的就是氣絕我 氣絕我的就是氣絕那猜我來的 在這邊聽從出現兩次 氣絕出現了四次 可見路加在這邊所要強調的是氣絕這個主題 從這段經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兩組相對應的關係 一個是耶穌與 受他差遣出去傳道的這七十個人的關係 一個是耶穌與差他來著的關係 在第一個關係中說明了 說明了這些人 這些人是受耶穌的差遣出去 所以人對耶穌所差遣的使者的回應 也就代表了是如何的對耶穌來回應 而人怎麼對耶穌回應 也就是怎樣對差他來的那位的回應 換句話說 如果人氣絕了奉差遣的那傳道的或者是那牧者 也就是棄絕了耶穌 也就是棄絕了耶穌 也就是棄絕了上帝的旨意 但是這裡面的觀點是什麼 這裡面的觀點是 他們是奉耶穌的差遣 從這邊各位地雄姐 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 在教會裡面我們常常都在說 我們要順服屬靈的權柄 而這個屬靈的權柄正好是 教會的牧者傳道 因為教會的牧者會傳道是 教會屬靈的色感 他們身上有屬靈的權柄 所以我們要順服 可是很多不明就靈的人 聽到這個屬靈的權柄都會很害怕 因為常常會覺得這個屬靈的權柄 是一種壓迫 是一種驕傲 是一種讓人不得不降服的權威 確實我們在教會中 要尊敬眾牧者傳道 除了他們是受上帝 拣選侍奉的僕人之外 他們更是受上帝 所拆開風力的功能 故此在牧者傳道身上 才會有所謂屬靈的權柄 若不是這樣 其實各位地雄姐妹 我們跟你們都是一樣 我們都是什麼樣的人 需要上帝憐憫的罪人 我們都是需要上帝憐憫的罪人 因此當我們願意順服 當我們願意敬眾牧者的時候 我們所看中的 是因為他受上帝的拣選 在他的裡面 他是受上帝的呼召 他有上帝所給予他屬靈的權柄和身份 因此當我們聽從牧師的教導 世上我們就是在聽從耶穌 呼召他的耶穌 也就是順服了上帝的祈禮 在天主教的傳統裡面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對於天主教了解得多深 但是在天主教的傳統裡面 我們大概都有個觀念就是 只要你要現身做為一個神父也好 修士也好或者是兄弟也罷 都要恪守三個願 那這三個願就是守貞、守平跟服從 尤其是在聖門篤修會的這個 修會團體裡面 他們更是嚴格的要求 他們的聖門篤修會的會師 要服從他們的早上 他們用早上來形容他們的領導者 甚至他們嚴格的要求 當早上命令你去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當早上交代你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做 當然我們都會遇到一些 我沒有辦法去完成 我能力所不及的地方 但是他們的修會告訴你說 你就是去禱告 你就是去禱告 為什麼他們天主教的傳統這麼強調 要對於早上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 牧者傳道的服從 因為他們將早上的命令 視之為上帝在地上的子役 那再進一步的講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都是受上帝的堅決的人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從這邊我們看見了 從這邊我們看見了 耶穌說 聽從你們的人就是聽從我的 棄決你們的人就是棄決我 棄決我就是棄決那個猜我來者的 所以 並不是我們自己能夠做什麼 並不是我們自己比別人好 我們自己比別人還要厲害 而是在我們的身上 領受著耶穌的使命 我們帶著上帝的呼召 去為他做工 接著我們要來看 在第十七節到二十節 所記載的是這七十個人 服侍回來之後的見證 從這群人與耶穌的對話裡面 我們看見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 他們趕鬼是奉耶穌的靈 換句話說 耶穌的靈是他們能力的來源 哥林多後書三章五節 說到說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夠承擔什麼事 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 確實靠著我們自己不能夠做什麼 乃是神的大名大利 彰顯在我們的身上 使我們能夠靠著主加天給我們的力量 完成一切的事 第二個 耶穌已經將權柄賜給受他拆遣的人 第十八節十九節上面我們看見了 耶穌對他們說 我曾看見撒旦從天上對落 像閃電一樣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勝過一切仇頂的能力 斷沒有什麼能夠害你們 在這邊我們不僅看到了耶穌 在這場與屬民邪惡的勢力上面 是得勝有益的 並且 他也讓那些奉他命出去的人 也在這場爭戰中 是得勝有 是參與在神國度 事奉的裡面 第三個 福士的重點在於上帝的執念 在二十節裡面 耶穌把這些人的焦點轉回來 轉回來在永恆的事物上面 所以我們看見了兩方面的對比 第一個 人能夠蒙上帝的拯救 比所擁有的權力還要重要 人能夠得到上帝的拯救 比擁有的權力還要重要 從這邊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 既然如此 那麼 我們 到底還要跟上帝求什麼 聖經上說 你們求得不到是因為你們忘求 有時候我們 太追求 看得見的神蹟騎士 追求那個 成功 的表上 所以我們把所擁有的才能 所擁有的能力 看得比耶穌的救贖還要重要 我們不把我們從罪人 被拯救成為上帝的額律 看作寶貴 因為我們覺得 這很稀鬆平常 但事實上 這邊告訴我們 這邊告訴我們 人能夠得到上帝的拯救 比擁有的權力還要重要 第二個 人 要看重的是上帝的紀念 而非 在他人眼中的地位 要看重的是上帝的紀念 而非他人眼中的紀念 從這邊我們再來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在教會來俯視 我們常常在教會當中 來敬拜上帝 但是我們所看重的是什麼 有沒有人注意到我 我做這件事情他只知道 是這樣子嗎 不過這段經文告訴我們 看重上帝的紀念 比別人眼中的地位還要重要 從這邊我們得到了鼓勵 不是嗎 就像我今天做了什麼樣的事工 我做了一點點小小的事情 看到都是我撿起來 沒有人知道 但是上帝會紀念 就像我當我今天來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朱麗的禱告讓我非常感動 他說 雖然青少女不在 將近一半的人不見了 但是我們仍然帶著熱情 來服侍敬拜上帝 不是這樣子嗎 我們並不會因為人少了 就失去了對上帝的熱忱 並不會因為今天 就小群的人看見我做的 我們就不做了 我反倒是繼續堅持在這裡 不是嗎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從這邊我們就看見了 服侍的重點在於 傳揚耶穌的名 並且讓耶穌的名 透過我們受顯揚出來 因我們不過只是 是上帝手中的器皿 和他使用的工具 而這一切都只是因為 我們是那個奉拆遣的人 各位弟兄姊妹 耶穌在拣選十二個門徒之後 又拆遣七十個人 讓原本已經屬於 在猶太的地區 可以得到服依的人 進而向外擴張到 萬民都可以知道 專夫姻的工作 因為有這七十個人的參與和尾聲 而有了新的開始 現在 上帝仍然在呼召 他仍然在邀請 願意為他做工的人 正如第二姐所說的 第二姐說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庄稼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我相信不論是每一個目者傳道 以及接受拆派往各個地方出去 宣揚福音的人 甚至是每位弟兄姊妹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又一個 奉拆遣的人 只要我們願意 我們就是 只要我們願意 我們就是 所以在這邊有三點 要跟大家訓息 第一個 要了解 我是誰 我到底是誰 我是誰 在不是的過程當中 我們常常被外面的失誤所影響 所誘惑 因此 在像外面 我們常聽到一句 對於目者傳道提醒的話就是 做目者傳道有三個境界 第一個 金錢 第二個 權利 第三個 不正當的性關係 因為在這些事物的當中 我們常常會迷失了自己 不過 當我們知道我們是 靈受著上帝給予我們的使命 我們是 受 耶穌基督的差遣 的人的時候 我們就願意 起身 跟隨 來服侍他 我們就會 隨時 存敬畏的心 來 謙卑自己 相符在上帝的旨意的當中 因為我們知道 那不是我們拱選了耶穌 是耶穌拱選了我們 約翰福以十五章十六節 同時也是 台南神學院禮拜堂上面的那段經 告訴我們 不是我們拱選了耶穌 是耶穌拱選了我們 並且分派我們出去接過子 第二個 我所要做的工 是什麼 在服侍的過程當中 除了有許多的誘惑 會影響我們之外 常常我們也被外在的掌聲和戰友所淹沒 以至於我們過頭看中自己所做的工 因此我們常常會覺得 是我們自己很厲害 是我們籌劃的很好 是我們構想的非常的完整 而忘卻了是上帝的扶持和聖靈的大名 幫助我們完成這一切 那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聽從上帝的旨意完成 他要我們完成的 而這也是每一個受拆遣的人 應當要做的 我記得我神學院的老師 常常提醒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要不斷的問上帝 上帝 這是否是你要我做的 這是否是你要我做的 當我們知道這個就是上帝要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會盡我們所能的 完成上帝要我們做的一切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做的 不是要追求那個外在的掌聲 虛服的榮耀 而是得到上帝的紀念 第三個 我們服侍的意義 到底我們服侍的意義是什麼 服侍的過程當中 應該注目的焦點 在於透過我所做的 讓上帝的名得到掌聲和榮耀之外 也讓別人因為我所做的得到祝福 不是嗎 張華教會現在在推行 一靈一心被渣的運動當中 有一個口號是 讓人因你得福 這句話選自於上帝對於亞伯拉罕說的 我要讓你的生命 讓人因你得福 我們常常在釋風的裡面 我們都說我們要榮神意的 榮神意的 確實在服侍的裡面 我們是要榮耀上帝 使別人因為我們得到幫助 得到祝福 不過我們卻會忘記了 我們在忙碌的當中 迷失了自己 我們在掌聲的裡面 迷失了自己 以至於我們看中那些外顯的成就 高過於我們自己所做的 而失去了不是的熱誠和動力 但透過耶穌的話 再一次提醒我們 不要因為你們所做的就壞事 要因為你們的名 被記錄在天上很歡樂 最後各位弟兄姊妹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節 告訴我們 所以你們要去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禮的禮 給他們施行 這段經文是眾所皆知 耶穌給予我們的大使命 同時也是 長老教會現在在推行 伊林黎新貝加的主要的經文 從這邊我們就可以看見 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人 你和我 我們都是領受上帝使命的人 受差遣要去傳福音的 今天耶穌已經把這個大使命給了我們 但同時他也在對我們說 收割的莊稼多做工的人上 我們是不是願意跟耶穌說 我在這裡請你拆遣我 我們是否願意跟神說 主啊拆遣我去你要我去的地方 透過今天的經文讓我們知道 耶穌要拆遣每一個願意出去 為他傳福音的人 無論什麼樣的情況 他要與你同在 就算是如同羊鹿狼群一般 就算是會遇到屬民的政戰 他真懶要使你得勝有益 任主耶穌幫助 讓我們都能夠在瞭解 我是誰 我要做什麼 而我做這些目的合一 在哪裡的當中 其身回應說 主啊我在這裡求你拆遣我 去你要我去的地方 我們一起來祷告 所以說我們感謝你的恩典 因為你的呼召從過去 現在一直到未來 都在那裡 告訴著我們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是的主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主要請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願意起身 來回應主你的呼召 讓我們成為那一個 受阻 拆檢 出去傳染福音的人 因為這個是你給予我們 每一個人的使命 主你給予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 雖然有時候我們會軟弱 雖然有時候我們會遇到 外在的誘惑 和影響 我們會迷失了自己 我們會失去那個不適的熱忱 和動力 但是 主要你的話語 要鼓勵我們 主要你的話語 要成為我們的力量 成為我們的幫助 主義書 很求你的聖靈 與我們同在 主要在禱告的裡面 我們要特別來為著 農夫教會的短宣隊 去到嘉義班路教會所做的事工來感謝 主要謝謝你 看見這一群青少年 在年輕的生命當中 願意擺向自己 來備足你使用 主要願意 讓他們在這一次的活動當中 每個人 不僅學習成長 也看見自己的固執 進而改變自己 進而改變自己 每一次的服飾 就是一次成長的機會 每一次的服飾 就是讓我們 有與主連結的機會 主要說 我們要向你獻上感謝 特別我們要為著 由福教會 依然持續在進行聘務的事工來祷告 主要你看見 這群弟兄姊妹 他們需要 以牧者來餵養 來引導他們 主你是由憐悲慈愛的主 當你看見 人獨同養沒有牧者 流離思索的時候 主你動得慈心 我們也相信 幫你看見弟兄姊妹 沒有牧者代理的時候 主你必要為 由福教會來預備 主要願你代理他們前年道路 也扶持幫助 長職 長老知識 全職的幹事 同工 以及 空前衛闖 讓教會許許多多的同工 跟弟兄姊妹 能夠同心合意的 來為著主你的事工 來切心努力 使永福教會 成為社區的見證 成為主你的 電鎖 是主你所喜愛的地方 主要我們再一次的 為著永福教會 向你獻上我們的祷告 也為著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需要 向你獻上呼求 主要我們每一個人在生活當中 不同的生活 或是在學校 或是在家庭 或是在工作 主 都求你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可以成為主你的見證 讓別人看見我們所做所行的 就知道主要我們是你的門徒 是主你的學生 傳遍你將來給我們力量 在這一條信仰的道路上 能夠緊緊抓住你 永遠不回頭 所以說我們謝謝你 再一次的我們把你的祷告 擺上仰望在主的面前 請給我一位 謝謝